大家好,本节课我们来讲一下 Unity 3D音频系统中最常用 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两个声音组件 Audio Source和Audio Listener 很明显,Audio Source就是我们的音源组件 Audio Listener就是我们的监听器 在我们Unity系统中有了这两个组件 才能进行发出声音和声音的接收 本节课我们将讲解这两个组件的基本参数 以及如何用脚本来进行控制 现在进入我们的Unity 在我们的工程里面新建一个目录 叫Sense 新建一个场景 将这个场景保存 保存到我们的Sense文件夹里面 就叫Audio Source 默认情况下 我们新建的场景在主相机里面 会有一个Audio Listener的监听器组件 它没有具体的参数配置 我们现在新建一个空的物体 让它重命名为Audio Source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Audio Source组件 我们的音频组件一共有这么多 上面是监听器 下面是声音源以及区域混合 和我们下面的滤波器组件 在以后的课程中我们会慢慢的讲解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音源组件的具体参数配置 第一个是声音片段 这个用来播放我们的片段声音 或者在讲到我们的Audio Maxile的时候 会详细讲解这个 下面这个是静音 如果勾选上 我们的声音文件会正常播放 但是会听不见声音 这个是直通音效的开关 可以直接关闭我们场景里面的所有音效 这个是监听器的音效开关 下面是混合区域的音效开关 ClearWake是在我们的程序一运行的时候就开始播放 如果勾掉的话 在我们程序运行的时候 模仁是不播放的 Lop是循环 下面是播放级别 模仁是128 数字越大它的级别越低 数字越小级别越高 下面是音量 这个P10是通过改变我们声音的播放速度 来简单的实现音调的改变 如果速度越快 它的音调会越高 速度越慢 音调会越低 下面这个是声道 是左声道还是右声道 下面这个是2D和3D的混合量 我们可以拖动这个 可以发现下面有一个绿条条 如果我们完全拖到3D 这就变成了完全的3D音效 下面是我们混响区域的混合量 下面是3D的声音设置 第一个是多普的级别 这个多普的效应 我们在前面也讲过 它只有在物体高速移动的时候 才能看出来效果 这个是传播的角度 音量衰减的类型 还有线性 我们也可以自定义 我们双击会出现一个被子的角点 拖动这个就可以进行随意的调节 为了方便 待会我们做实验 我们将它调成线性的 下面是最小距离和最大的距离 我们把最大距离设成10米 如果超过10米 这个声音就听不见了 下面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让它的位置重置一下 把我们的相机 也就是我们的Listener 也设置一下 让它们在同一个位置 现在我们开始运行 这个声音文件有点短 我们把循环勾上 让它可以循环播放 这个是静音 点入了以后 声音依然在播放 但是它的音乐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们暂时没有给它加什么音效 所以在这里 这几个是看不出来什么效果 暂时先给它随意的添加一个音效 加一个低通的滤波器 现在再来播放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音效关的话 大家可以明显听一下 明显的不一样 再来播放一下 下面的音量 音量的调节 调节音调 还有我们的左右声道 这个效果呢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呢 自己试一下 因为从这里呢 可能感觉不出来 这个声道的变化 现在呢 我们调的是3D的音效 待会呢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我们调成2D的话 把它的距离调到10米以外 现在已经到了70米 但是声音呢还照样可以听见 但是我们刚才设置的呢 是1米到10米 如果现在我们把它调成3D模式的话 它超过10米的话 都已经听不到声音了 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让它过来 刚开始进入10米的时候 它的声音就开始出现 然后呢 会慢慢的变大 我们离得越近呢 声音也会越大 如果我们移动的速度快呢 大概的能听到 那个多佛乐的效应 我们离得越远呢 它的声波呢 会频率越低 这个大家呢 在家里面呢 可以都试一下 这是传播角度 基本上呢 就是这样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说明 怎么在Unity中 用脚本来控制音频组件 新建一个文件夹 新建一个脚本 叫AudioController 我们打开这个脚本 我们首先私有化一个AudioSource的组件 在程序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得到它 Let's getPonement AudioSource 这个呢 我们通过一个GUA 来进行控制 我们用两个按钮呢 来控制它的播放和停止 用我们的GUALayerOut Button 下一个Play的按钮 如果按下播放按钮呢 我们的声音呢 就开始播放 照应我们的Player 一般呢 为了程序的严谨呢 我们都会先判断一下 这个ADS呢 是不是在播放 如果不是在播放的情况下 我们呢 才让它进行播放 我们保存一下 先来看一下效果 将我们的脚本呢 拖到我们的AudioSource上 然后我们播放运行一下 因为现在呢 已经是在播放 所以它呢 不可能再播放 我们呢 先把它的Player Awake 先关掉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现在程序开始呢 它就没有开始播放 当我们点击Play的时候 音乐呢 就开始播放 同样的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呢 给它加一个停止的按钮 如果是个声音组件 是在播放呢 一直Play 我们才让它停止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Play呢 声音文件就开始播放 那我们点击停止呢 文件呢 就会停止 这呢 就是简单的用脚本 来控制我们的AudioSource组件 其他组件呢 方法也是差不多 类似的情况 在后面的课程中呢 我们还会使用到 更加简便的方法 来控制 声音的 感谢观看